台中沙路這家梅子火海鮮餐廳 純粹收費爭議 事實上餐廳已經在地經了三十年 非常有名氣 過往不少藝人也曾經造訪過 甚至台中市長盧秀燕 也曾經分享說提到這間餐廳 是他的口袋名單 去年餐廳也入選到米其林必比登名單 還有十大代表山海台菜餐廳 怎麼這一回是因為收費問題 鬧得沸沸揚揚 新鮮野生白倉下鍋油煎 見到兩面表皮金黃 在淋上特製煙霉醬汁 酸甜口感凸顯出魚肉的鮮味 這道梅汁白倉 就是沙路梅子海鮮餐廳的招牌菜 深受陶客喜愛 單子內滿滿漁獲新鮮火跳跳 還有從澎湖空運來台的馬縫海膽 這間海鮮餐廳在地經營三十年 主打用自家澎湖漁船捕撈 每天機場直送 龍蝦沙拉用量澎湃 滿滿蝦肉毫不熟軟 幾母粒刺身多隻肥美光看就口水直流 還有比手掌還要長的巨大沙場 用量豐富讓顧客讚不絕口 每一樣都很好吃 而且滿新鮮的 他會用特色菜去 就是說食令菜去推薦 貨海鮮餐廳選材絲毫不馬虎 去年入選米其林比比的名單 也是2022時大代表山海台菜餐廳 經濟部長王美花親自頒獎肯定 藝人荒山亮歌手徐景淳都曾到訪 甚至還是台中市長盧秀燕分享過的口袋名單 好滋味有目共睹 沒想到這回因為收費的問題鬧得沸沸揚揚 藉著王与斐李永勝 劉漢偉 劉建宜 SNG小組 台中報導 道路 永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